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我想再给您演示一下 DPIN的Linux 因为前段时间我装了一下DPIN的Linux 然后安装过程中出了点问题 我还涂了几句槽 结果很多朋友给我留言说 你误解了 你误解咱们国产的这款深度DPIN的Linux了 它是一款不错的软件 所以说我今天觉得还是应该 既然大家都说好 我是不是应该再安装一下 再试一试 再学一学 对吧 是这样 毕竟现在华为的笔记本 也默认安装这款操作系统 对不对 所以我感觉这应该是一款 怎么说呢 起码对于这种开发的Engineer工程师来说 是一款不错的操作系统 我这么认为 你要说对一般的中央用户来说 可能用Linux不如Windows这么的熟悉 但是对于咱们搞开发的人来说 也许会是一款不错的操作系统 咱们就看一下 我现在是刚刚安装完 1511的最新版本 同时我安装了一下VirtualBox的插件 然后这是刚刚启动起来 咱们就一起来看看新的操作系统 试一试 这是它的一个启动面板 这个和Mark很像 大家请看 默认内置了一个QQ 是吧 还默认了WPS 网易的云音乐 有很多朋友说 你用国外操作系统也内置好多东西 你怎么就不说呢 是这样 比如说 面向全世界的操作系统 比如说它内置了一个YouTube 对吧 内置了一个Twitter 内置了一个Facebook 这可理解 为什么 这些软件都是全世界可以使用的 对不对 如果说是你这个操系统 你只是内置了一个这个 比如百度的云盘 内置一个QQ 这感觉这个操系统 仅仅是面向中国大陆发卖 就这个感觉 不是说这个不好 挺不错的 你内置了毕竟QQ 一种人那么多 对吧 我看 好 咱们先进它的终端 我看能不能把字体放大一些 不行 这个跟Ubuntu还是不太一样 这怎么把字体放大一些 我看一下 设置出来了 字体咱们可以调大 没有问题 很多高级系统具备的 我们也都有 list 还可以 然后咱们试试 比如说我想试试Python 看看它的版本 Python2它是默认带的 3 353 不过现在Python是出到了 3.8 对吧 PEEP呢 PEEP没有 PEEP3呢 PEEP是需要咱们后期自己安装的 是吧 OK 这我知道了 然后Java 没有Java命令 Luby呢 Luby也没有 也就是说它默认的仅仅是一个Python的版本 也可以 OK 没问题 然后它内置的是Chrome 这个内置我觉得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全世界都在用Chrome 对不对 然后它默认近的是百度 近百度就有点问题了 也不错 也不错 咱们看看 设置 不是设置 是关于 稍等 73 现在是最新的版本 也就是说 DP内置的是最新的版本 OK 浏览器是Chrome 这个没有问题 然后 文件管理器 这个做的非常的像Windows 非常像Mac 是这样 11月15号 准备正式release的Deepin20版本 它的桌面我简单的看一下介绍 非常的像这个Windows 是吧 当然了它有几款桌面 你可以来回的切换选择 到时候我肯定会再做一下那个OS的评测 目前感觉还不错 是吧 还不错 好咱们看下一个什么东西 应用商店 这也是当时我吐槽过的 咱们现在看看 米疗 对 现在不就很多朋友都反对腾讯吗 你卖国是吧 那咱们可以用米疗吗 对吧 咱们卸载QQ 卸载微信 对吧 怎么不动了 好吧 咱们再试一次啊 刚才好像是有问题哦 没反应 这是为什么 先不管了先跳过 看下一个音乐 可以扫描 好 因为我是新装 所以说我肯定本地没有音乐啊 这个展示先关掉 但桌面的色彩做的非常的不错啊 不让它去托法 影响我系统速度 困住中心 这个做的我感觉也非常像windows 是吧 非常的非常的像 这个键盘布局我得需要夸一句 确实是我选的这个日文键盘 认识到了我的日文键盘 完全没有问题啊 ok 然后其他的什么 这终端这个咱们刚才开的 看不到啊 这是时间 ok 咱们再看看这个启动器啊 WPS 我还真是 说真心话 没太用过 那咱们就试一下 比如说表格 哦 这个咱们同意 WPS难道是免费吗 这应该是 你看 这些不肯信 应该是需要输一个license才行啊 你不可能让我随便用吗 对不对 这个看起来像这个云符啊 比如说我新建一个 啊 这不就是WAR了吗 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XL吗 可以 感觉还是挺不错的 速度一点都不慢 虽然是在我的虚拟机里面啊 嗯 感觉这个还是可以的 啊 完全的ok 这个非常像 好吧 就是这个office啊 这个感觉还是没有问题啊 啊 截图 我看有很多的这个 网友朋友都喜欢用这个 咱们国产那款截图啊 呃 这个真没说 这个咱们这个国产做的好啊 好 咱们看一下这个网易的云音乐 一般我是比较喜欢听音乐 对不对 你看我背景现在就放音 啊 我的网络不给力 稍等啊 我看一下 启动网络连接了 都启动呢 大家请稍等 好 我再看一下 刚才这个云音乐出点问题啊 说网络的问题 有网络 我敢确认一下没有问题啊 再试一下云音乐 网络不给力 咱们试试啊 现在我是百度嘛 对不对 试玩内容 大家请看 这是可以用的吗 对不对 怎么会网络不给力呢 对吧 大家请看我这个网络是可以用的吗 对不对 我再试试 没有问题吧 咱们国内已经屏蔽掉了一个队啊 这个NBA 这就不说了 但是为什么这个地方 可以看 个人推荐这是网络不给力 但搁单这是没有问题的 原来如此 我还以为都不能用了 精品搁单 咱们放一个啊 稍等放一个的话 不行 放一个话是有版权的 这算了吧 就感觉这是可以听歌 没有问题啊 OK 还可以啊 喜欢听音乐的朋友 这肯定是不错 影院是干什么的 看一下啊 这就是一个播放器 咱们试一下啊 OK 感觉还是可以啊 我先把它关掉了 我先把它关掉了 没有问题 截图刚刚看了 看图工具这个有 文档插感器 这个是 邮件的客户端 但是咱一般现在都很少用 用这个邮件客户端了啊 录音笔 录屏 这都有帮助手册 计算机 这是本地设置啊 不是 这是这个文件管理器 系统显示器看一下 OK OK 这个做的应该算是比较人性化 嗯 该有的工具都有 看起来也是挺不错 接下来是这样啊 咱们安装一下这个VSCode看看行不行 看看能不能安装上 好不好 试一下啊 因为咱们这个现在开发 肯定都要用了这个VSCode 对不对 因为它是基于这个Debian 所以说咱们安装这个Debian的版本啊 OK 保留 安装一下 看一下效果 够 我那无敌的password了 OK安装完成之后 它应该出现在这个启动的里面 就这点开 最大化 啊 可以可以 挺好 挺不错的啊 然后 看一下啊 插件 插件一般比如说咱选一个这个Motier Motier icon 这是我比较常用的一个插件啊 咱们装一下 啊 这个让咱们这个整个项目的这个看起来非常的漂亮啊 选择它这个icon的主题 这样咱们所有文件的icon 它都给咱们一个新的icon 是另外的话题啊 OK 安装的看来这速度也是挺不错的啊 非常的没有问题 包括自典安装器都有 感觉 嗯 并不是说像我上次说的这个不好用啊 不好用感觉还是挺好 哎 大家今天看这出来了是吧 哦 它可以这样设置 大家今天这样出来 这样看起来就非常的像这个 Win10 是吧 Windows10 挺不错的 其实要这么说 这还真的是一款可以用一用的操作系统 只要它没有安全问题 我这是唯一的担心 为什么 其实有朋友说你干嘛总担心那国内软件 是这样 像以前的这个百度的输入法呀 就类似这种软件 我不知道 我就安装了 结果一爆出来了 有漏洞 或者你输入内容都会送到服务器上去 有类似这样的问题 这是后来才爆出来的 我才会有这种担心吗 对不对 不过 如果这个DVP它真的想走向世界的话 我相信它应该是一款不错的软件 是吧 目前看起来它真的做的 应该是比较用心做的这么一个操作系统 我也相信它能够越做越好 OK 好吧 那么由于时间关系 这期Deepin 1511的review 就给您介绍到这里吧 11月15号它会出Deepin20的版本 到时候我再去给您review一下 那个操作系统的版本 相信应该又是给咱眼前的一辆感觉 好 那这个视频就这样吧 咱们在今天的视频再见咯 拜拜